这个是米克莱恩他有提 就是提到瓦格纳 我们刚刚已经有先破梗 讲一下瓦格纳这个事情 但米克莱恩他认为说 2022年的瓦格纳雇佣兵的大规模部署 是一个很 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就是变动因素 那为什么是变动因素 我们刚刚也有稍微提 因为瓦格纳少了六个月吵架时间 所以他在这个战场上面迭代 跟适应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但是瓦格纳的瓦格纳他的指挥体系 非常的一贯 那就符合孙子兵法九遍讲的那三个点 所以他可以很容易 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去做出调整 而这个调整随着时间久了 慢慢慢慢会反馈到俄罗斯正规军 所以才会有瓦格纳去教俄罗斯正规军 那个无人机 然后瓦格纳到南部军区去教 南部军区的俄罗斯正规军 如何建立一个更强固的防线这种制作 那这个就是适应 利用瓦格纳来当种子 瓦格纳快速吸收 快速迭代 用瓦格纳的快速吸收跟迭代得到的经验 来推动原本就比较笨重迟缓 然后适应性比较低的俄军 用比之前更快的速度适应这个战争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很好奇像老师有介绍过我说 比如说瓦格纳改变它的攻击的 编队的方式 那我想说如果就我们这个当兵的经验 那当然比如说改变组织 然后改变指挥体系这件事情 在正规性当中是非常困难 很困难 那所以瓦格纳就是瓦格纳 那正规军还是正规军 还是有没有办法跨越的一个 对 但是这个 组织上的铜钩 这个是在这场战争里面 比较特别的存在 瓦格纳用战机说服别人 所以你如果只是靠说 可能今天老板比较喜欢你 所以你的这个武装团体 民间武装团体 你以为你跟老板有很好的关系 跟总统有很好的关系 你就可以横着走 很抱歉这战场这种东西是办不到 你在战场上面 你要说服你的同伴 甚至你的同行 你只能靠战机出来 普里哥今天很清楚 他讲什么都没有用 瓦格纳只能打出来 打出一个让大家佩服的战机以后 得到认可 你只要得到认可 其他很多事情就可以水到群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原本好像正规军作战 比如说这个班 这个就上 他就是固定的这样的编制 然后这个编制里面 直接负责什么样 装备什么的 鼓励在哪里 然后通信在哪里 然后 反坦克在哪里 类似像这样的 对 然后可能就是指挥官 现场指挥官也许是营长 营长就要叫连长 连长叫排长 排长叫班长 对 然后这样下来 那所以老师在之前的直播当中 都有跟大家讲说 他其实 我跟他就变成 就是有的大编队 100多人一起上 那也有时代哥一起上的 这都有 那他们的编制是可以降低的 因为反正就是看业绩嘛 对 可是这件事情要能够促使 俄罗斯的正规军出现直变 那还是非常困难啊 对 因为他的 因为瓦格纳他的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 固定的标准 标准一个攻击的编配跟 不像现在然后现在俄罗斯的新的突击分队 我们可以很清楚 那一个突击派就12个人 那他一个突击分队 里面会包含2到3个突击派 那对瓦格纳来说 他要他是完全按照目标导向 他们经过分析以后 我攻这个街区 我可能需要600个人 他就会编组600个人 他就会把这个600人编组在一起 那问题是乌克兰他防守这个街区 可能才60个 因为他一定要 必须要创造局部的优势 瓦格纳会想办法 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外国的军事观察家 认为说是瓦格纳用人海战术 但其实瓦格纳不是用人海战术 因为他的人员都是激动的 他今天要打一个街区 由60个乌克兰的国土防卫旅的士兵防守 60个 他可以去弄600个人出来打 他弄600个 他也不是600个人全上 我们很容易被人海战术这种 瓷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觉得很像那个万岁冲锋 沙然后一堆人说 不是 他所谓的人海战术就是 他会创造出一个远远超过守军 攻击方会创造一个远远超过守军的人数优势 而他欺负守军的方法就是用人海 什么叫用人海 你是60个 对不对 他有600个人 他一波上去100个 但是他连续打你6波 他是这样 一波接一波 连续打你6波 他第一波打上去的时候 可能会把你的防线撕开一小小的缺口 然后第一波的任务就达到 他会退 他们就退 然后再来 可能10分钟之后第二波就来 你还在装换弹甲 你以为瓦格纳已经退了 10分 那你还在装弹 因为你刚刚子弹都已经用完了 还在装弹甲 从那个子弹箱撬开 然后罐头拉开 赶快塞子弹进弹甲的时候 第二波来了 那于是你还没装弹弹甲 于是你要站起来反击 对不对 那这100个人 他就是把你的防线撕裂开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又停了 他又回去了 所以你是不是刚刚又消耗完弹药 你RPG都还没装上去补第二波 第三波又来了 他是利用这个 所以很多观察家西方观察家 没有错 瓦格纳是用人海战术 但是瓦格纳用人海战术 他并不是用人数上去拼你 他是用波次 大家一直都忽略了 大家都一直忽略这些西方观察家里面讲的 就是几个梯队中的第一梯队 他是梯队一个梯队一个梯队 而且每个梯队的中间间隔时间非常非常的 他是故意设计的 我觉得这是 那这样子根本没什么好值的批评 而且这不是作战的基本吗 就老师刚刚这个例子 如果再隐身一下 他也许说假设这个街区 是60个国土防御旅在守 瓦格纳600人打 可是这个街区也许这个街区60人 他从整体来说 你的人数搞不好比瓦格纳多 他只是在某个街区 因为你防守的一定好几个街区 那其他 因为瓦格纳侦查完以后 就觉得隔壁的那个街区 有200个人的守 我先不打 我先不打打 欺负你60个都 对 他就是不断的在战场当中 创造局部优势 这不是作战的基本吗 美军也是这样打 对啊 然后杰远老师之前讲解过那个 冲就是班牌级的那个 就是攻击壕沟的战术 对 然后你不是说什么 有一个尖兵往前冲 带领的这个主攻往前冲 另外一边 乌克兰是不是也是 另外一边要迂回 他其实也是希望在战场的某个区域当中 创造出2比1的局部优势 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瓦格纳做不得 或者是说 或者说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有意刻意要这样解读 然后就是 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战术 像他们CSIS的研究员这个层 他们是会说实话 所以他还是会去描述 就是他会把真实瓦格纳的战术 告诉不大家 只是我们看到人海攻击这边 我们就开始 脑内的某个部分就已经 台湾的新闻引述西方媒体都会说 都会访问一些乌克兰士兵讲说什么 瓦格纳的战术就是 怀疑他们有吃药了 因为他们一直来一直来 然后你乍看这个新闻 就会以为是同一批人 然后就是冲到死为止 其实没有 他们每一批 负责的工作都不一样 这一批 一批就是比如说他处理的 就是要求把乌克兰的火力点 就是他们机枪手位置暴露出来 所以他会想办法去 就是去戳那个机枪手开枪 用各种方式 什么丢手榴弹丢石头 都要叫对乌克兰的机枪阵地 天啊 所以Mick Ryan会讲说 会讲说这个 每一连续的波浪 都会会得小的收益 刚看到的部分就是 就是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进化 那这个进化在战场上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直讲 孙子告诉我们就是久变 什么叫做变 你面对的是很多变动的变局 同样的你也必须面对 你自己必须要用不断的变化 来适应这些变动变局 你不能是 就我们一开始讲 你不能是第一天战场进入了孙子 部队是这样的 当了600天你还是这个样子 那是你比较厉害还是对手比较厉害